您不能不知道来看到我们的独家报道 武汉肺炎让全台闹口罩慌 但是在网路上却出现 有民众帮忙代购医疗用口罩 以及贩售分装医疗用口罩的贴文 原本一盒200片售价285元 拆成50片一代卖94元 不过要小心 这些分装口罩除了来源效极不明之外 也有卫生疑虑 而且贩售医疗用口罩 需要取得药商许可执照 如果一般的民众随意在网拍平台刊登 可处3万到200万元的罚网 另外分装的行为也涉及未经核准制造医疗器材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警 美式卖场大包装口罩成了现在最抢手商品 对抗武汉肺炎尤其医疗用口罩更是一盒难求 对比现在要局每个人一周只能买到两片 也让民众动起歪脑筋想发灾难财 网拍上出现代顾贴文 直接显明医疗口罩200片整合卖 另外也有人分装拆售原价285元50片塑胶带装 卖进百元小牢一笔 但要注意这些行为通通已经违法 包装完整的一个产品 那也攸关到标示的这个问题 一般民众不能在网络上卖异彩的这个环节 因为他没有药商的一个资格 依据相关的药室法的规定呢 可处于三到两百万的一个罚还 医疗用口罩必须持有贩卖业药商许可执照才能卖 而且分装口罩缺乏外包装 除了来源不明 有效期限不清楚还有卫生疑虑 耿涉嫌未经核准制造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网路假新闻很多啊 对不对 那现在网路上的东西我们都很小心啊 应该是不会啦 不会在网路上买 因为我是觉得照政府的方式去买的 因为我也是觉得怕怕的 来源不明口罩别乱买 大家有观念 但除了医疗用口罩 常见的血压剂 耳温枪隐性眼镜等等 一般民众同样不得在网路上贩售 而贩卖贴文被检举后 网派业者也火速下架 别在疫情延熟之际再填乱 小银将有台报道